被香奈儿对王一波的宠爱拿捏了 王一波作为香奈儿的品牌形象大使 被赋予了独特的待遇 2024年微博电影之夜 迎来了王一波红毯造型 顶奢配顶流 王一波的红毯造型 选择了香奈儿2024秋冬长款软衣外套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佩戴的山茶花胸针 据了解王一波在红毯和内场 佩戴的两颗香奈儿胸针总价值近千万 其中山茶花胸针 以其独特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 赢得了众多人的喜爱 而那颗价值百万的胸针 更是彰显了王一波的不凡气质 与香奈儿对他的极致宠爱 在巴黎的世上周上 王一波更是提前穿上了 香奈儿2024春夏预告系列的 米白色针织外套 这一举动显示出了 香奈儿对王一波的特别宠爱 一般来说 这样的新技艺预告系列 需要等到次年1月份才发布 但王一波却有机会提前体验 而香奈儿对他的宠爱可不止这一次 香奈儿还根据王一波对舞蹈的热爱 头其所好地邀请他参加 由大师级舞蹈家主导的舞蹈课 这一代语 在品牌形象大使中可谓独一份 在各种重要场合 除央视中秋晚会和巴黎时装周 香奈儿都会为王一波空运来顶级的珠宝 确保他在任何时刻都光彩照人 在王一波参加巴黎时装周时 香奈儿为他准备了多个传达安排 让他在全球时尚舞台上大方异彩 香奈儿与王一波的合作 不仅仅是商业合作 更是一种理念上的契合 他们都注重忠于自我 专注于自我表达 而不取悦于他人 这种默契的契合 让王一波成为了香奈儿的心仪人选 香奈儿对王一波的宠爱 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机遇 更体现在对他个人才华和品位的 政客与尊重 这种宠爱不仅让王一波在时尚界大方异彩 也为香奈儿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魅力